開手 清晨六年多 一千五百多名電動車騎士 冒著大雨停滿整座台北橋 時間一到所有人 竟然有序慢慢往下騎 場面壯觀玩入電動機車瀑布 而現場像是被消音般 少了鎮耳欲聾的引擎聲 原來這是業者與電動車騎士合作 一年一度的快閃活動 雖然它只是單純的經過一條橋而已 但是在心裡面卻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幾百台車子在那裡發動 等那個紅綠燈 空氣也不照熱 然後環境也沒有很多的噪音 就很舒服的一個環境 事實上在去年 這項活動就曾以一千三百零三輛電動機車 成功創下最大規模電動機車遊行的 金氏世界紀錄 今年雖然沒有再申請 但超過一千五百多名車主騎聚 也再度刷新過去紀錄 這回更擴大資格 只要騎的是電動機車都能參加 活動越辦越大 也成為另類的宣傳方式 重要的其實就是跟使用者的一個參與跟互動 所以其實我們也希望透過跟車主 在很緊密的連結 我們也可以在我們產品上面 有更多的改善跟進步 不讓電動機車專美於前 馬路旁超過八十輛的電動機車 排成長長車龍看不到盡頭 一起開上國道無比壯觀 規模更突破國外55輛的世界紀錄 環保意識抬頭電動汽機車騎聚 呈現交通奇景 也間接為品牌創造話題 借以後的情況 歡迎收看 台北報導